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讲的主题是 事件驱动引擎 RokMQ Event Bridge的设计与实现 首先作家自我介绍 我叫陈永明 然后来自阿里云消息团队 刚才这位丁磊老师 算了我从事 之前刚加入消息团队的时候 做的是RokMQ相关的企业开发 现在主要从事就是云上的Event Bridge 这样的企业开发工作 然后今天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是EDA概述 然后第二点是 RokMQ Event Bridge的功能特点 最后第三部分我们讲下 RokMQ Event Bridge的设计与实现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EDA概述 因为在座可能有些同学并不是了解过 EDA 所以说这边大概做一个介绍 EDA它想是一种设计的一个概念 它讲就是说整个事件呢 我们整个系统运行呢 全都靠事件去驱动 比如说核心是一个事件驱动引擎 对应的有事件源和事件目标 当事件源发生一些状态变化的时候 投递事件到事件引擎 然后事件引擎根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做一些加工 最后按照某一定的预设好的事件目标 投递到下游端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去走的 然后呢 针对于 EDA这个场景而言的话呢 目前而言的话 它这个生态 概念提得很早 但是现在目标而言的话 这个生态是很活跃的 像那个 众多公司 比如说像那个阿里云 包括加古文 包括联合力华这些公司 现在有很多公司依然采取这个 EDA 就是他们一个业务中很重要的组成成分 另外一个在产品方面 包括阿里云 还有那个 包括 AWS 这些公司都在不断地推出一些自己的 EDA 的产品 阿里云 这一面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UniBridge 然后呢 AWS 也是同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那个华为云后微软那边好像叫做服务网格 也是同样的一个产品类型 在标准这一块呢 最近几年呢 因为这个 EDA 目前而言是风头越来越盛了 然后开源社区就慢慢形成了一个 对于 EDA 这样一个产品的一系列标准 Cloud Events 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他来制定了云上事件 它的 schema 用哪些包括字段 台译内容 都做了一个规定 然后从趋势来看的话呢 在18年 Gartner 做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预测十年之后的一个产品趋势 也把 EDA 作为一个趋势之一 列入其中了 下面呢 我举两个例子 然后招下 EDA 的一个基础应用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一个平常在公司开发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这边就是一个代码仓库操作 比如说我铺使了一个一段代码 然后到一个坑坑之中 然后呢 相关开发人员 骑作人员能够知道 你这边干了什么事情 这样来做一个事情 然后目前而言的话就是说 通过 EDA 可以很好的一个去实现 比如说在事件组线上面 我们创建了一个 webhook 这 webhook 是一个 source 相当于它可以实时去接收来访的事件 然后呢 我们这边目前呢 Gate Hub 就以Gate Hub 为一 Gate Hub 上面的仓库上 是可以配置 webhook 的 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 把本地的仓库代码 复制到远端的仓库之后呢 这边Gate Hub 会投递一个事件 到你指定的 webhook 里面 然后呢 事件到达 事件组线之后 我们在事件组线上面 配置规则 比如说过滴一定的过滤 和转换的一些条件 然后通过这样一些配置 就把这个事件 投递到对应的钉钉群里面 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想实现这个能力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一点代码改造的 完全按照现有的能力去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基于阿里云上面 如何实现这样子一个能力 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 现在应该也放在那个公网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何通过几步简单的配置 就完成这个代码仓库的世界通知 下一个就是微服务结合 微服务结合这样一个能力 这边就举一个电商的场景而言 就是说用户下单了 去购买了一个产品 然后呢 后端的话 我们这边有库存系统 支付系统 营销系统 这些系统都需要用一个订单的信息 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们这边通过事件 图线来去做的话 就相当于用户处罚了一个事件 这样的事件 投递到事件图线之后 我们之前按照预定好的规则 把这个事件 经过各个系统所需要的能力 去进行一个加工 最后分别投递到对应的库存支付营销系统 这样子一来的话 就保证了一个维护的结合的能力 这也是EDA的一个应用 OK 刚才就是对EDA做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方便不了解背景的同学 可以大致有一个了解 先来我们讲下 Rocamp Q 云动Bridge的一些功能特点 Rocamp Q 云动Bridge的功能特点 我们这边把它总结成了四个点 第一点是免费开源 协议开放 第二点是多样的时间端道单搭配组合 第三点是应用强大的ETL能力 最后一点是云上大规模验证 稳定可靠 刚才讲了EDA之后 现在我们来看 真正的一个事件驱动一个引擎 它是怎么工作的 这边的话 我方便大家能够有直观的了解 我就先说一下 首先一个EDA引擎 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首先 事件源 EDA引擎 和事件目标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然后一个事件的生命流程是怎样的呢 首先 事件源产生事件 这边可以是通过推的模式 也可以通过拉的模式 到达事件组线 事件组线在这一步完成 对事件的持久化操作 相当于落盘 然后 我们这边已经提前创建了事件规则 事件规则会明确指定 它要什么样的事件 需要怎样的事件 然后呢 它这边 就会去从这个 已经落盘的事件组线里面 去拉取事件 拉取事件之后 在这边去做过滤和加工的能力 完成过滤和加工之后 最终投递到事件目标端 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先说第一点 免费开元席开放 这个怎么离近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 整个RocMQUnit Bridge 这个开元项目 所有的标准 完全都是基于现有的 一个开元社区的 已经形成的实施标准去做的 针对于事件类型而言 我们采用的是Cloud Event 这个实施标准 这样一个标准的采纳的话 保证了我们可以兼容 云上大部分的EDA架构 也包括兼容大部分的云厂商的一个 事件驱动引擎服务 然后用户使用这样起来的话 不用担心被厂商锁定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Runtime定义 在座好多是RocMQ社区的一些兴趣的同学 我们这边EDA引擎的话 在真正使用到Run Connector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OpenMessaging 作为一个协议的标准 这样子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说社区里面 大家已经之前开发的一些Connector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这样子相当于借助社区的力量 把自己的生态去搞大 再一个就是 世间的端到端多样性组合 这个就是刚才上面我说的第一点 因为咱们现在 OpenMessaging Connector这块 已经有很多实现了 其实包括我们MQ这块 做了好多已经实现的Connector 基于这样一个能力的话 我们Sync端就有很丰富的一个生态去支持 像钉钉HTP MySQL 还有RocMQ Redis这些 都是有的 然后呢 在圆端的话 我们目前而言 可以支持SDK制动 主动脱离 我们这边也支持WebHawk 然后视线源主动拉起的话 需要设计到具体的Connector 这块我们开源社区统许还在做 第三点呢 就是强大应用的ETL能力 ETL能力这块主要包括两点 第一点 第一点是实践过滤能力 第二点就是说实践加工能力 实践过滤能力 就举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支持 相当于右侧这么多种匹配模式 但是这点我是拿一个指定值匹配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标准的 那个CloudVent 一个字段 然后 我现在只想过滤Source里面 是那个 MySource 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 你在过滤规则里面 填入这样子的一个指定的Jayson Pass 这样的结构之后 就按照你要求它去完成一个事件过滤 这样子的话 相当于同一个总线上面 如果有多个目标端需要 各自过滤感兴趣的事件的时候 这样子就可以满足它的一个能力的支持 现在呢 除了指定值过滤 包括前缀 后缀 除外 数值等等 这些我们都支持 所以说这块的配置还是很灵活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边还支持一个内容转换 就是说 我来到了一个世界内容 但是我真正目标端 想要或许的一个能力 并不是直接把一个世界打过来 可以用它 我希望在EDA引擎 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这块的话 我们就支持一个长量 变量 还有模板 这样子的一些能力 我这边就举了一个模板的能力 就是说 这边来了一个世界 我这边最终需要的是 最后一个那个样子 但是中间某些资断 我需要从时间中提取过来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定一些变量 从时间中完成提取 所以这边最后再定一个模板 完成一个时间的组合 最终统统到一个目标端 这样一个能力是可以支持的 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能力 这个项目可靠不可靠 一旦有些东西可以拿来背书啊 目前而言的话 因为这个是我们云上 云的Bridge 开源出去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实际上是 经过阿里云这几年来 大规模验证了一个背书来 去做支持的 云上的云的Bridge的话呢 我们 因为生在云上 所以说我们支持的世界内心也很多 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支持很多 阿里云的管控和服务事件 这样子对于云上用户而言的话 比如说我想监测 什么时候我ECS当机了 什么时候我那个RDS实际发生了重启 这样子的一些事件 是用户很感兴趣的 他们就可以独有一臂 把这些事件接控起来 投递到对应的目标端 包括SLC也好 RKMP也好 包括钉钉也好 然后报警也好 这样都可以把他们来配置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 那个对接的云产品世界 已经有250多个了 然后已经支持的Source target 数量也有30多个 只针对于云上的一个WH来说的 然后呢第三点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具体的设计实现 还是像刚才那样 就是说 一款一叠引擎需要怎样的设计 我这边呢 把它归纳成了下面的四个点 首先代码层面 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代码结构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然后架构层面 应该是独立可扩展 然后可靠性层面 这一点是大家比较关键的 希望我世界不要丢 投进来之后 我都保证它一定在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它相对于其他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 相当于EDA的一个生态产品的话 希望有一定的竞争性 首先简单的代码结构 然后我们这一块呢 这个ROKE MPU UniBridge 这个开设项目 采用了一种洋葱圈的设计 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过 然后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 核心业务层呢 称之为Domin层 放在最核心里面 然后呢 外层分别是Adapter层 适配层和外部应用接入层 Domin层是核心业务 就是指定了所有的一个最高层的 一个API的一个行为 另外 Adapter层就是根据Domin层 去做了一些适配性的设计 比如说持久层怎么设计 包括API层怎么去做一个实现 最后一个Web 应用接入层就是说 真正怎么把那个应用跑起来 这是最外层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 云上云的Bridge 有一个发展规划 就是说要采用OpenCom 就是说 云上要跟社区保持一样的心智 Domin层这块 从这个东西 我们要保证云上和开远共享 让大家一起共进退 云上跑的话 跑得好的话 声明这个社区的一个产品有可靠性 然后大家对社区 大家社区对这块的开发和支持 最终也会帮助到云上 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做这个架构设计的一个初衷 再一个就是功能模块的划分 刚才的话 我说的是真正的一个逻辑层面 目前而言的话 如果要真正看一个部署层面的话 架构应该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事件来的话 首先到一个事件接收路口 这块我们称之为API Server 这块它负责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它负责接收世界 然后把世界落盘 第二个 它负责管控一些能力的支持 比如说创建Source 然后创建Bus 创建Target 这样 这个是一个无状态的 可以完成一个很快的恒相扩容 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投递到EDA系统里面的世界量突然激增的时候 这块可以很好的一块去恒相扩容 来保存它的一个接纳能力 再一个是事件持久层 目前那个Locker API Event Bridge 目前19块层采用的实线就是Locker API 当然这个只是目前的实线 借口在那里 大家也可以后续选择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卡夫卡之类的一些实线 当然目前社区化还没有支持 最终就是一个到目标端的话 Runtimer Runtimer来负责真正承载执行任务的Target 这边呢 Target可以把它具体映射到一个个Task 这个Task如何分配到Runtimer 这是可以考虑到后端的一个复杂均衡策略去考虑 这样的话主要是基于云上的话 你可以基于考虑多机房 基于KPS的能力 然后呢也可以根据其他需要 比如说 比如说圆端 圆端都是MQ 圆端都是卡夫卡 来做一个同样的一个Runtimer 实现某一定程度的资源服用 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 第三个就是我可靠的存储层 这个相当于我刚才把 刚才那个存储层的话 具体一个实现的话给画了下 就是说 事件员到达 事件员同一个事件 到达总线之后呢 总线呢会把这个事件 投递到对应的一个 Event Bus上面 比如说一个用户可能创建 N多个Event Bus 这个N多个Event Bus 在存储层层 是怎么实现的话 我们目前是把它映射到了 Tobit的维度 Tobit的维度 至于这样的话 用户我们这边 就可以进行很花样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某一个用户 它创建的一个实现总线 我都定义到某一个 Rocamp Pro 机群上面 来保证它资源的一个 高优先级 其余用户的话 我放到一个 共用的Rocamp Pro 机群里面 完成一个资源的服用 多租户去实现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就保证了 说相当于资源既可以分流 也可以利用 而且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 就是说我有一个事件员 事件员里面 比如说有A类型事件和B类型的事件 目前而言的话 它是定义在一个总线 对应的一个Tobit下面的话 这样子如果A的事件 占据了整个事件的99% 比如说是一个热点事件 这个时候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obit 对应的Source 按照用户加Source维度 拆分成两个Tobit 这样子就完成了 热点事件的一个隔离 在寸处层面也保证了 同一个用户的事件 自己跟自己都会有干扰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这边光做一个一粒引擎 你要有自己的亮点 亮点的话就是说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话 就是说我们最近一个自演的 一个run timer 是上周三 上周三 上周三 在Rocamio开训社区 我们这边 Rocamio有一个开发同学 长庚 在社区里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run timer 在座的同学可能有的已经听过了 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run timer 现有的 基于open messaging connector 那个run timer 为什么要做呢 就是说现有的open messaging connector 目前它更偏重的是一种生态上面的扩展 就是说我可以支持MyCircle 我可以支持Redis 我可以支持很多很多的 但是针对于性能而言的话 目前而言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就是说你一个事件投递过来之后 我如何那么高效地 马上去投递到目标端 这一块还是有些欠考虑的 基于这些考虑 我们在最近一两个月的开训社区的工作 主要就是基于run timer的实现 然后呢从那个设计层面的话呢 我们根据一些概念 比如说事件存储在哪儿 基于什么规则投递 投递完成的情况 我们把这些分成了三个独立的组件 分别是listener transfer trigger 然后listener主要负责 它是这三个都是独立的现成 它们之间通过一个循环背景器 来去完成一个资源的共享 比如说listener呢 它是专门负责从我们的存储层面 把消息给完整的给拉下来 然后呢存储到sicular contest里面 然后通过一个缓冲对裂 交给transfer来去处理 transfer也是一个独立线程 它通过json bus 就刚才我们之前说的 完成一个事件的etl 这样一个加工转换的能力 最后呢放到另外一个缓冲对裂里面 最后交给trigger trigger里面呢 是我们基于OpenMath内容系 实现的各种各样的sync task 这些sync task拿到之后 就把这个事件按照规则去投递 到了对应的目标端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些核心组件 其实真正的run timer实现的话 还有些其他的一个组件 来去做支持的 subscriber相当于持久化层的 一个抽象的一个表述 它这边的东西就是相当于 把事件拉下来 提供给listener 进行一个消费处理 然后呢 observer 它是一个配置观察器 相当于 我们整个EDA引擎 包括listener 包括transfer 包括trigger 中间的任务的规则 原数据 发生了变化之后 它这边可以即时感知起来 并把任务 实现一个动态的reload 保证用户的配置 可以即时更新 然后offset manager 这一块呢 主要是相当于 完成一个 位点的一个事务 一个处理 就是说 我这边拉下来之后 到目标端 去投递 投递成功或者不成功 我要反馈到原端 让原端来去做一个 位点的commit 因为好多 现在的一些服务 原端的位点 是要保存在对应的服务端的 所以说 原端的source 需要知道你这个位点 是否成功的ok掉了 最后一个就是 倒数第二 是一个循环性上下文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它这个主要是就是 完成一个这些 对应的listener transfer和trigger 中间的一些数据的 一些缓存线能力 保证这三个可以相互独立的工作 最后一步就是一个异常处理器 相当于事件在投递失败过程当中 你要怎样的一个策略 去保证一个 保证一个异常能够很好的处理 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支持指数退币 也可以支持常量退币 包括这个是否容忍异常 这块策略 我们也有设计的 包括用户在投递事件过程当中 可以选择我容忍异常 也可以选择不容忍异常 不容忍异常的话 这个任务会倒不住 这个时候这个场景比较适合那种FIFO那种场景 然后容忍异常的话 就是比较适合弄过那种大数据场景 相当于如果发生异常的话 我们这边就把这个异常信息拿下来 随后 包括我们哪怕从事到达一定次数丢弃点 或者丢弃投递到死刑堆裂 在额外处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今天主要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一些 多说个好看 这个对是毒药 所我在供收链 相当的 看